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处不按常理出牌的商人 一 风云突变 梁行山穷水尽 清乾隆年间 玉南古镇三遍街上 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王继梁行 老掌柜买卖公平 急重商德 秉持家训 童所无期 利从亦来 大儿子永发 年少老成 精灵干练 老二永得比兄长小五岁 虽为艺书生 但为人豪爽 豪打抱不平 因科举屡事不忠 也就冷落了公民之心 专心在家帮助父兄经商理财 老掌柜活到八十四岁 临终前将兄弟俩叫到床前 万分叮咛 长主内 右主外 兄弟相亲 树长大 若分支 家业平分 并留下一个井囊 说是曾祖父所留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王家能够历经风浪 生意不到 关键时刻全靠依井囊而行 不到万不得已 不得将井囊打开 弟兄两人好不心酸 谁也没把井囊的事放在心上 办完父亲的丧事 弟兄俩照样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不料风云突变 两年之后 玉南一代连遭水汗 五谷不收 百姓外逃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眼看着 梁殿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兄弟两人一筹莫展 这时 才想起父亲临终留下的井囊 兄弟俩晚上关好门窗 就着蜡烛的光亮 展开井囊一看 井囊上只有一幅对联 上联 一心营运 唯明口腹 下联 万家宝恶 在我心头 大哥永发摸着脑袋 不知所谓 二帝永德到底是读过几年私塾 自虽都能认识 意思也能明白 但其寓意只能模模糊糊地猜出大改 说的是 虽为意不大的两米垫 但是其作用不小 兼顾着千家万户的基宝 因时时刻刻将相亲的宝恶放在心头 二 危难时刻 弟兄依锦囊而行 兄弟俩一商量 决定将家中剩下的银两 一分为二 二帝永德带着其中的一千两银子 出外闯荡 长江两岸是鱼米之乡 到那边跑一跑 弄几船大米回来 一来可解乡亲栽荒 二来可维持两行生意 都说长兄如父 永发毕竟经历事情多 经验丰富 一再交代 外边人心险恶 当处处当心 一是不可与僧道为伍 二是逢人且说三分话 三是钱财不可外露 永德带着银两和兄长的嘱托 第二天就租船南下了 谁知永德一走 竟向泥牛入海 音讯全无 永发开始还以为 老二年轻不懂事 贪念江南繁华 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 不想回来 半年一过 心里开始发毛 求亲告友 传送书信 却不见回音 很是担心其在外被骗 无奈之下 租来三条大船 船头都挂出一幅 两丈来长的招旗 上书八个大字 河南三殿 王继良行八个大字 顺水南下 一来寻找包地 而来顺便买点江南茶米 永发寻地心切 又碰上顺风顺水 没几天就过了汗水 进了长江 这天黄昏 船停靠在九江 准备天亮时再开船 就在这个时候 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不少素不相识的人 纷纷来到船上 或茶或米 或多或少都往船上搬 而且都是放下就走 问话不答 给钱不收 好不容易拦住一个 再三盘问 那个人笑着指了指船上的旗号 转身就走开了 永发满腹狐疑 第二天干脆停船不开 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谁知这一停麻烦更大 不到三天 带来的三只帆船 就被一批批的陌生人 装满了茶和米 永发用尽办法 也问不出名堂 便在船头挂出一幅巨型告示 上面写道 无名之财 王某不收 再不说名 祸尘将底 告示一挂 果然就有了动静 第二天一早 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道士 找到船上 递给永发一封书信 失了一个礼后就离去了 永发挽留不住 展开书信一看 上面写着四句话 一散千金就名威 王继良行修善缘 顺风踏上回程路 兄弟家乡重相见 永发看了后 还是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心想 管他咋样 既然可以在家乡和二帝相见 那就把东西拉回去再说 船上装得重 船就行得慢 尽管永发 归心四见 回到家乡三殿一时小麦 洋花季节 这季节青黄不接 饿瓢遍野 三船大米 不等挪出码头 便被抢购一空 永发正在忙碌之际 之前那个送信的老道士 和失踪的二帝永德 正微笑着迎上前来 三 峰回路转 二帝揭开谜团 不等永发追问 二帝笑着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原来去年永德 带着一千两银子 赶到九江 在岸边休息的时候 碰到了一位 鹤发童年的老道士 老道士望着擦肩而过的 王永德说道 官师主相貌堂堂 仪表不俗 莫非是读书人 王永德一听就来了兴趣 自己明明为商人打扮 还被人看出 曾是读书人 便与老道士攀谈起来 老道士指着停靠的大船 出了一幅上帘 让永德来对 上帘 传青米重 青仔重 永德虽已经伤 但私塾 打下的诗文功底还在 沉思片刻对道 下帘 尺短不长 短量长 老道士满意地捋了捋胡须 并道 我与施主有缘 有一秘密 需要施主参与 不知是否有兴趣一听 永德道 师父弹奖无妨 老道士这才说到重点 据他夜观星象 日查皇历 推算今年中夏季节 必报与成灾 希望施主能够施舍钱财 普度众生 永德心中的豪气被激起 完全忘了兄长的嘱托 竟将一千两白银整箱送上 老道士问明了永德的籍贯省份 一一记在功劳簿上 永德一时弃盛 白送了订货的本钱 一来怕兄长责怪 二来没有了回家的盘颤 就干脆打消了回乡的念头 浪迹在岩浆一带 郑巧连岸凡是山坡高低 都有人在修建茅棚 永德年轻力壮 便搬石头 运沙子打工挣钱 倒也衣食不愁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正是五月种下 岩浆树生 果然浦江暴雨 连月不断 江水泛滥 一片汪洋 无数家庭房子被冲垮 大家扶老邪幼 寻找高处避难求生 幸好有人提前在山坡高地 搭建了无数的茅棚 这才有了避难之所 人们在感激之余 突然发现 每座茅棚的梁柱上 都写有几行字 河南三殿王纪梁行 施舍善财 救济灾荒 寿人之恩点滴莫忘 他日查米装传奉上 听到这里 永发恍然大悟 这时突然想起 父亲临终前的锦囊 上连 一心营运 为民口父 下连 万家宝恶 在我心头 心里似乎慢慢明白了很多 二弟永得出外经商 处处与哥哥的嘱托相违背 结交道士 对人知无不言 且将所有银两倾囊相受 但是却赚得满船的茶米 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 记得台湾的一位文化学者 这样解释过 何为德 德即是德 如果你能让你周边的人 和你交往的人都有所得 有所收获 那便是有德 相反 如果同你见一面 便失去一些东西 那便是缺德 这个似乎同气腹的锦囊相符 当你处处为被人着想 便会柳暗花明 峰回路转 利从一来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